哈喽大家好我是Vicky 今天想要跟大家拍一支get ready with me 因为好久没有跟大家一起化妆了 然后就一起化个妆 然后闲聊一下 如果大家想看我近期是怎么化妆的 然后想跟我一起get ready 那么就先继续看下吃吧 做了个面膜 现在还在计时 等时间到了 然后再开始 透过面膜和咖啡 先给大家看一下 背后没有东西 上次大家说那边是迪伦挂的书包 和他的帽子 这个也是迪伦的板凳 背景没有什么东西 大家不要害怕 刚才去接了一个电话 等一下 现在面膜敷完了 我先上一下保养品 最近就是在弄装修的事情 所以每天都很忙 然后打电话 看东西之类的 我敷完面膜我会习惯把它洗掉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 因为我总觉得那个面膜黏黏的在脸上 不是很舒服 所以我一般都会把它洗掉 然后再重新涂护肤品之类的 然后上一点这个豆腐面霜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蛮好用的 因为我其实不喜欢涂霜的人 它这个味道蛮好的 然后它涂在脸上也很舒服 好久都没有坐下来跟大家做get ready with me了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做一下 然后顺便聊聊天 已经2018年的9月份了 2018年已经过去三分之二了 非常非常的夸张 我去把我这个花包头取掉 因为这个还是这个蛮重的 然后换一个头绳再过来 那现在我要上一下防晒 这个是好像日本非常出名的一个防晒 然后我用的是蓝瓶子的这个 我其实还有一个粉色的 但是我感觉对于混油皮来讲 粉色稍微比较油腻一点 蓝色的呢好像应该是它的清爽型的 所以就比较舒服 我之前是一个不爱上防晒霜的人 那天我看了BBC的一个纪录片 就是讲说皮肤的老化皱纹的产生 都是因为紫外线 对皮肤最有用的两个东西 一个应该就是干油 它就可以补水 另外一个就是防晒 其他你涂什么东西都是浮云 我最近有在很简化我自己的 嗯护肤品的步骤吧 还有护肤品用的东西 但是我前两天就是用那个Retno 用的太猛了 因为我用的是1%的 所以我前两天有一点点烂脸 大家也都看到 然后也没办法拍视频 没办法化妆 不过我现在这边脸都已经全部都恢复了 就还蛮快的 还脱完一层皮之后自己就好了 好我现在准备上一点primer 还是Cicely的这个 今天这个影片不是合作影片 有的里面用到的东西呢 可能是厂商送的 但是不是付钱让我做这个视频的 因为有的是厂商送的东西 所以我平时也有在用 我就正好用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讲 这样讲刚刚走过去了 我现在就把它上在就是比如说我的那个鼻子啊 T zone比较容易出油的地方 你看我的那个primer上上去了之后 它也不会跟防晒霜打架 我觉得还挺好的 大家最近是不是都已经开学了 一定要珍惜你们的上学的时光 因为上学的时候真的非常美好 那我现在又用一下遮瑕 我准备用ipsa的这个遮瑕 就是黑眼圈这个地方 就是用这个三文鱼色吧 其实我化妆也是就是看到很多视频之后 慢慢自己学的 我完全不是那种很厉害的化妆的人 所以大家看我平时很少做化妆彩妆的视频 因为我其实自己做完之后 真的觉得我自己很烂 然后再看别人的觉得 哇 别人画的好厉害 画这个眼不遮瑕的时候 不能画在眼睛离着特别紧 就是在这下面这个地方 就是你的黑眼圈最严重这个地方 然后再慢慢的把它晕到旁边去就好了 先跟大家聊一下最近的近况 就是从我开始拍视频做全职的YouTube以来 一些变化吧 其实我觉得大体也没什么变化 我自己觉得比较困扰的就是 我从开始全职以来 一会儿就是我眼睛上有长那个东西 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我眼睛上基本上好了 还有一点点 但是我这样其实已经看不出来了 精美素眼高的功效 然后我说一下遮痘痘的时候 用稍微深一点的遮瑕 这样才能够遮住痘印 不要就是一味看着浅 就是想要用浅色的给它遮盖 稍微比你的肤色深一点的 能够更好的遮盖这个痘印 我说到哪里 对 一个是眼睛这样 然后完了之后我又拔牙 拔智齿 好像智齿也已经好了 我不知道脸有没有小 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改变 好像感觉我的脸比较长了一点 然后好像也没有小吧 大家也不要想着去拔智齿是为了受脸 我完全是为了身体 因为我其实有一颗智齿稍微会有一点点痛 我就怕它以后会发炎 就会比较头疼比较恼火 然后我就想说干脆一起给它拔了 然后正好去咨询牙医的时候 它也就是说看到我的智齿的情况 觉得我是都需要拔的 不然的话以后等它发炎了 然后再来弄会很麻烦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的后面的智齿长得这样斜着 它会比较容易顶到前面的那个牙齿 会让你其他的牙齿损坏 这样就不好了 所以如果你的智齿安安静静的长在那里 没有碰到其他的东西 那其实还可以 你还不是说必须要去拔的地步 但是如果你的那个智齿已经就是影响别的牙齿的发育和生长了 那就一定要去弄一下 像这种就是颗粒状的痘痘 我就是这样点涂的方式 看像这个 就这样点在上面 不要过于的这样扫 扫了之后 那个遮瑕其实就没有了 我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晒斑 我已经忘记 好像是之前跟迪伦去墨西哥还是去哪里 那个时候就太阳晒的非常厉害嘛 大家知道我不涂防晒霜的人 然后就完全没有在就是管这个太阳晒的有多大 结果回来之后 我就发现我脸上 就我整个人都有晒黑了之后 我就发现我脸上这个地方多了一个这个小小的斑 然后也削不掉 那就是晒出来的这种晒斑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学我 一定就是要开始涂防晒这样 今天的底妆呢 我准备用的是就是 La Perry的这个气垫 它是我在就是我当时烂脸的时候 唯一可以稍微涂在脸上的一个底妆 然后看起来不难看 而且也不刺激我皮肤的 所以我觉得最近对它的好感比较加深 每天都在用它 而且它涂在脸上 在我一个混油皮脸上是比较有光泽的那种妆感 我现在稍微有一点点能够get到那种喜欢有亮光泽的那种妆容 所以但是呢就是它这个气垫吧 我觉得像我不知道是不是气垫的这种通病啊 所以它涂在脸上就是这样 我觉得像没有涂 但是过一会儿呢 它其实跟我皮肤融合了之后 就好看了 所以我觉得需要耐心 然后你用的时候呢 就是轻轻的过拍 千万不要过这样擦 这应该是用气垫的最好的方式 就是过拍 然后做了全职YouTuber之后 就感觉肩上有一种使命感 原来拍视频呢 就是我也其实还是蛮用心在拍视频的 但是就是没有这种可能所有的压力都压在肩膀上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大家外人看到YouTuber 都觉得YouTuber挣好多钱啊 然后就各种Glamorous的那种光鲜亮丽的那种人钱的形象 然后昨天看了一个YouTuber在讲他的心酸 他可能是几万粉丝的一个YouTuber 而且在讲他去年差一点破产这样 是真的我觉得做YouTube很花钱的 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样子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要尝试的话 可以真的就是像我之前那样有工作 然后在旁边做YouTube 然后当你觉得你的那个收入 你可以眼见为时的看到你的收入进来 够你生活的时候 你再考虑去做全职 不然我觉得还是不要亲密的直接一上来就说 我什么都不管 我就做全职了这样 就是前期的投资比较多吧 像比如说我要拍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 现在是有厂商寄给我 但是当你刚刚开始做的时候 没有人会寄你这些东西 你只有买的越多做的越多 看你的人越多了 你有影响力了 那些厂商才会注意到你给你寄这些东西 最近不是准备要拍秋冬的一个穿搭的主题吗 我真的觉得我买了好多的衣服啊鞋子啊什么的 因为你一个outfit从上到下 还不包括包包 然后还有一些配饰啊耳环啊这些东西 每一个东西都是钱 花很多钱 我觉得youtube吧真的就是你比平时就普通的人来讲 买的东西要多很多 那所以你的开销就比较大这样 然后又装修房子 然后接下来下半年还有一些计划 就觉得花钱的地方蛮多的 就想要好好的挣钱 我一直没跟大家说过就是 推广这方面的事情 我自己其实是希望我自己比较不要去接太多的推广 就算这个是好的产品让我去推这样 我心里面都有点心虚 反而我自己花钱买的东西 我可以大张气贵说啊我觉得这个超级好用 好好用怎么怎么样 那如果是厂商寄给我的东西它再好用 我就觉得我说起来有点心虚 所以呢我自己其实是想要跟迪伦 好好的把我们的频道做好 而不是说想要接很多很多的推广这样 而且我觉得大家喜欢我喜欢迪伦 都是因为可能我们比较真诚的在分享生活 我也不希望去消费我的观众 消费我的subscriber 我觉得这就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尽量有在这个中间做到一个平衡 就做我自己内心的一个平衡吧 我觉得其实还蛮难的 好我现在我觉得粉底就这样薄薄的一层上好了 现在可能稍微看得有一点点粉感 但是待会它这个粉底 我感觉会跟你的脸的皮肤融合的比较好 一会就会比较自然了 Lulamia的这个唇膏终于要用完了 这唇膏是真的少 好然后我想用一下这个 这是我那天去买的 Fenty的那个修容棒 我买的这个颜色叫做Amber 我好像也是看谁推荐的 我就想说试一下 然后当时去看了一下这个颜色 好像也还行 这个颜色看起来好疗愈 像那种奶茶色 朱古丽豆的感觉 我很少画这种固态膏状的这种修容 它没有颜色 有了 我先上一点点吧 这个人比较怂 先这样 有点害怕 瑟瑟发的 我想问大家你们有没有 就是我很喜欢看那种电视剧啊 或者是纪实片 讲那种很神奇的工作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好像有很多很多的工作 可能我们知道的那些真的比较少 有一些可能我们听都没听说过 但是它却真实存在的一些工作 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或者弹幕分享一下 你们是做什么工作的 是不是那种很难被大家注意到的一个工种 我那天在看就是台志源的一个节目 就是他去当什么一日市长啊 然后去体验别人的工作 然后他去到那个船上 就是那种货运的船呢 然后上面有一个工作是叫做 好像是叫银行人吧 就你知道那些货船开到一个港口 但是每一个港口的布局都是长得不一样的 有一个人他就很了解这个港口的 在这个港口工作的 然后会上到你的船上 告诉你说进了这个港口 哪里应该怎么样走 有一个这个样子的工作 然后还有一个工作呢 就是那个货运的集装箱这样搬起来了之后 他要把那个货运集装箱 跟那个加他的架子固定起来 有一个人就是专门去固定这几个螺丝的 然后还有那天我看就是讲那种 在杭州还有广东那些地方做服装店的 他们的工作就是缝那个衣服的片 每天就是这样缝缝缝 就像机器一样很重复的这样的工作 我觉得很多工作都是 可能我们从小没有接触到的 我小时候就只知道什么 医生啊 老师啊 律师啊 这种就是非常大的笼统的工作 但是我觉得世界上其实有很多这种 小的工作我们不太了解的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我很想要了解 因为你说不一定就是不知道有什么工作 就是也许你不知道 但是也许你会非常适合或者很喜欢做的呢 但是我觉得就没有这样的渠道让你去了解这些东西 很想要知道 如果你们自己有在做一些比较神奇的工作 就大家平时很少说到的 然后你们又不介意的话可以分享给我 我很想要了解 我觉得这个好像还蛮好涂开的 看我的这个鼻影现在好自然 我觉得Amber这个颜色好像也还蛮好看的 就是一个比较冷掉的一个棕色 灰灰的那种感觉 看我的小头发真的超级多很烦 我很喜欢这个修的鼻影出来的感觉 我不知道你们看会不会觉得有点浓 但是我自己这样看我其实是觉得还蛮棒的 然后我用的这个刷子是Ecosmetics的 它其实是一个那种遮瑕刷 但是我很喜欢它这个小头 然后这边有个大一点的头 大头也可以 这样也蛮好用的 喜欢这个我可以多研究一下它的用法 好现在我们来定一下妆 还是Lamere的这个散粉 用过很多很多很多次了 用Lamere的这个刷子稍微定一下妆 我自己其实是一个不喜欢看宫廷剧的人 就是那种宫斗剧的 但是最近看完了演习攻略 看那个如意传 看到我真的不要不要的 还蛮有意思的 大家最近有什么剧的推荐吗 我有看那个香蜜成成 因为每次大家都会推荐这个 我自己其实是看不太懂那种修仙类型的电视剧 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 我比较喜欢看真实发生的故事 像我看完那个演习攻略之后 我就去看了好多那种什么百家讲坛 然后别的那种视频是讲真正的清朝的历史的 我就觉得都好有趣 真的好好看 所以兴趣真的可能是最好的老师 像原来我爸真的让我看什么康熙大帝那种书 我就觉得那些古董人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就完全不想看 看了演习攻略 就知道这故事之后 就是好想要了解他们真实社会 就真正的历史上面是什么样子的 就很感兴趣 天天都在看这些 脖子也稍微带到一下下 接下来准备画眉毛了 我觉得我最近的眉毛画的还可以 就是不是说特别特别对称的那种 不过眉毛不是本来就是sisters不是twins 所以它们永远不会长得一模一样 那我画眉毛没法跟大家讲话 我就先自己画咯 这个时候应该会有快径 OK好了 眉毛画好了 我现在比较喜欢画那种有点野生的眉毛 现在是不是看起来有点深 我还是用染眉胶稍稍涂一下 其实我觉得它跟我这个发色蛮搭的 但是眉毛可以稍微浅一点点 然后顺便给它就是相当于固定一下吧 特别是眉头这个地方 我这边的眉毛其实还蛮多的 都是给它剪短成这个样子的 所以每次呢就是要稍微 把它的颜色稍微运浅一点 不然它黑色一根一根的还蛮突兀的 我现在再用这个Omega修一下鼻影 我觉得大家就是还蛮喜欢看我们的Vlog 我也觉得我的Vlog经常会发生 就是人生的一些稍微比较重大一点的事情吧 我就觉得是因为正好我们在这个年纪 比如说结婚了呀 自己人生买的第一个房 开的第一台车 然后你可能以后会有小孩呀 然后每天发生的这些事情都还蛮有趣的 那你说如果四五十岁了 人生如果没有这么多有趣的事情的时候 Vlog会不会很难看 我最近比较迷看的那种Vlog的类型呢 就是那种拍Vlog的人也不怎么讲话 然后就在那里做他的事情 可能大家就喜欢看这种比较疏压的影片 因为平时的工作平时的生活 真的每个人压力都很大 所以就喜欢看这种能够让人心静下来的影片吧 这也是为什么那个ASMR这么火的原因 大家就喜欢听那种很疗愈的声音吧 好所以我会把这个正好他这个修容的这个颜色 也是眼影色嘛 会稍微带到再一点眼窝 然后给眼窝稍微 类似打个底这样 那今天要用到的眼影呢 是这个 橘朵的国内的一个彩妆的牌子吧 三色的这样一个眼影盘 是他的06号 我觉得这个颜色还蛮好看的 你看这个亮亮的 其实涂起来下面是有这种 比较适合秋天的那种枫叶装的这种颜色的 红红的然后上面有一点金色的闪光这样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所以今天用他给大家画一个妆 我上次不是买的Morphe的这个刷子吗 我想给大家说一下 就我用的这个眼影刷这样的 我觉得超级刺痛 他那个毛吧 感觉非常的刺眼睛 我其实自己不是太喜欢 我最近准备想要买那个稍微好一点品质的刷子 好像我看瑞姐就是那个Regina膏 好像要出一个新的刷子的那个套组 我自己还蛮感兴趣的准备到时候买 好那我就先用这个浅一点的色做整个眼窝的打底 我现在9月份嘛 然后美国的商场里面已经全部很多都布置成Halloween了 不是还有两个月吗 就是10月底才是Halloween 所以还蛮高兴蛮兴奋的 好这样眼窝打好底了之后呢 然后再用这个颜色在眼尾稍微加深一下 然后用刚才那个刷子再把这个稍微韵一下 我觉得这样就很好看了 然后呢 我再用就是那个亮亮的颜色上在前面一点点 就用手了 因为我觉得这种亮片色一般用手会上比较糊坑 有一个毛帽 走开 走开 是不是还蛮好看的 就是有点红棕 然后秋天枫叶那种感觉的 这样这样的就睡得抱拳了 已经这样好乖啊 我经常觉得我自己很幸运 运到这样这样一只毛 他真的超级超级乖的 是不是这样这样 超级乖的 好 然后想再下眼尾后面稍微再上一下 我就想上这个亮亮的颜色了 然后我用刷子呢 稍微上出来的颜色就没有那么金 会更偏它底色的那个红色吧 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国货做的也蛮好的 就这样的一个眼影盘也是蛮好看的呀 粉质好用的程度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所以如果你是那种学生党一开始化彩妆啊这些的 我觉得都可以拿这些来练手 而且现在国货做的也都蛮好看的 大家有什么比较推荐的国货牌子吗 就是你们觉得特别特别好用的 我经常看小红书嘛 就国内还是有很多那种大家分享的牌子 还有什么完美日记 还有什么那个Hidang 还是什么我不太会念那个牌子 应该是念Hidang吧 那些牌子 我感觉很多人分享 OK 眼睛就先这样 OK 加一下睫毛 我每次都会把眼睛这样稍微提起来 如果把眼睛这样放松下来呢 你的睫毛在眼睛里面收着 而且比较垂 那你如果这样稍微把眼睛提起来一点 它那个睫毛也会跟着这样提起来 稍微这样轻轻的一点一点一点移动 然后往上 然后你眼皮尽量放松 如果你很紧张的把臂很紧 这样也不好 就是放松看下面 就是让你的睫毛在最中间的地方 最外面就最好要加 然后像我眼尾这个地方 永远都是这样垂下来的 加不到 就有一个办法很好加 就是这样 你这样转90度 你看到我的那个睫毛夹这样 这样转 它就可以夹到了 会把那个睫毛这样夹出来 所以就是朝内这样转 你看我现在夹完了之后 睫毛是不是就已经特别翘了 跟这边比起来 今天现在用特别特别惊恐的眼睛 看着我说你在干嘛 然后呢还是用的Kate这个睫毛打底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用的 就是可以把这个纤维刷在睫毛上 但是稍微要注意 就是比较容易化成苍蝇腿 下边睫毛也来一点点 那我们现在等它干的过程中 就涂一下腮红 腮红我最近特别特别喜欢的 是这样的一个颜色 这种杏色的 这个是橘朵的4号 然后这是橘朵的2号 我觉得这两个配起来还蛮好看的 然后把腮红涂在就是这个区域 然后稍微靠近眼睛一点 这个颜色就显得非常的有元气那种 就感觉整个脸稍微高一点了 然后我自己还喜欢 就是稍微用这个 把鼻梁这个地方 中间给我做的稍微刷一下 然后再上稍微深一点的 这个颜色就稍微需要下手非常轻了 因为它还蛮显色的 刚才画的是这个区域嘛 然后现在这个就加深在这个脸颊这个地方 就避免就是如果你只涂这个颜色呢 上在这里比较深 然后又让你的腮红稍微有一点点层次 好我准备就这样了 降机可能看起来有点淡 出去的时候自然一点 这个时候再刷一下睫毛膏了 看看我的睫毛 我昨天突然看到就是我之前化妆就喜欢戴很浓密的假睫毛时候的妆容 我一下觉得我的妆好浓好浓 而且不过就是之前过年的时候化的妆吧 我已经觉得现在喜欢的妆容跟那个时候已经不一样了 我就在想啊 你像我们现在每天化妆觉得自己啊我好美怎么怎么样 然后过几年真的就觉得当时怎么这么涂 然后现在买东西也渐渐发现 因为毕竟我也30岁了嘛 我就觉得很多时候我的东西特别是包包之类的 经常买买买呢会买那种特别季节款的 我感觉我喜欢的东西还蛮奇葩的 会很奇怪的那种 所以我就觉得用来用去呢 当时你会喜欢 然后过了比如说两三个月之后 这个风潮过了 我就会觉得啊 幸好我当时没买这个 因为就算我买了 可能这个东西也就闲置在那 所以我现在就觉得我自己买东西 可能还是要买往比较经典的方向买 走那种气质 然后classic的路线 我不知道自己可不可以 那我现在呢 穿衣服呀 打扮什么的 有的时候还是喜欢那种 感觉年轻女孩的那种酷酷的感觉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一件好事情 你说如果三十多四十多了 你打扮的还蛮年轻的吧 大家会说哇 你看那个姐姐看起来还蛮年轻的 还是说大家会比较喜欢 哇你看那个姐姐看起来好优雅 有的时候会问迪伦说 你喜欢哪一种风格啊 或者怎么样啊 或者你看这个裙子好女人啊 但是我可能比较喜欢帅气一点 他就会说你难道不能就是都尝试吗 就是风格百变吗 我想像好像也对啊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固定的风格 就是你一定要走的 所以其实做女人有的时候还是蛮好的 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可能性 睫毛膏涂好了 我们现在来画一下眼线 我眼角前面这个地方稍微要画的粗一点 我睁开眼睛它才能够看得比较贱 稍微画一点点眼尾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眼型还蛮圆的 所以可能画一点眼尾比较好看 好我觉得我现在眼线就画的差不多了 高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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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光用的是Mac的这个Soft and Gentle 就是非常gentle的一个高光 我那天看Nikki Tutorial的视频 她就是找那个Fenty Beauty的那个化妆师 来给她化妆 然后那个人说 她画的那个高光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从眉毛这里过来 然后再上去一下 然后再下来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太阳穴比较凹进去的这种感觉 所以她这样画出来就感觉 看得见吗 就感觉你这一片都是膨起来的 然后再上一下鼻尖 然后你看我这里其实还没有画高光呢 气垫粉底之后我就感觉很多脸上的地方会自然的就亮起来 稍微加一点点吧 化妆我觉得比较容易有眼神 特别是因为你画了眼线 什么睫毛膏之类的 就让你眼睛 如果里面就是有这种脏东西 它特别容易黑黑的眼神 然后最后就是唇膏 我准备好几个混涂 先用一下NARS的这个东西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最近有在用 先用里面这个第三个这个颜色 我都是直接用手抹的 打一下底 让自己的嘴巴显得比较有气色 然后呢我准备用Dior的这个421这个颜色 这是我在国内买的 然后我当时买了两个想要回来抽奖的 然后一直忘记了 所以呢今天就在这支视频下面抽奖吧 你们给我留言 然后我就会到时候随便抽一支送这个唇膏 应该是亚洲的限定色 现在手上给大家刷看看 它是这样非常水的这样的一种质地 涂出来是这样 如果你不想要花特别浓的妆呢 你可以把它晕开 如果你想要花稍微浓一点呢 可以涂厚一点 它这个叫Lip Tattoo 我觉得唯一有一点就是涂完之后呢 你嘴巴上容易比较染色 一开始呢我没有掌握到它的那种使用的要领 因为我觉得涂上去之后 然后你手这样一推开 它就晕开了 然后颜色就不见了 现在是不是整个人都温柔了起来 好我觉得这个颜色特别特别温柔 然后我想让它再亮一点 所以我准备涂Fenty Beauty的这个Top Coat 有那种稍微glossy一点的感觉 是不是就是很秋冬很奶茶摩卡的颜色 我准备去换衣服然后吹头发 OK好了 今天的造型就这样 今天这个妆还蛮喜欢的 就是很简单 然后比较通透一点吧 稍微有一点秋冬奶茶摩卡 那种温柔色系的感觉 然后配上一些金色的饰品 然后还有帽子 然后就可以出门啦 好那么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get ready with me 如果你们有想要迪奥的这一支421唇钢呢 就在下面留言 然后我过两篇给大家抽奖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次见 拜拜